这才是根本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宇宙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我与宇宙什么关系 与一切众生什么关系 这个东西搞清楚之后 基本的问题解决了 在佛经里面的总结论 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 宇宙就好像是一个身体 我们是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 那么所有一切大众 也都是这个细胞 是共同一体的 如果要哪一天找到 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是有点肯定的 你的慈悲心叫爱心 那确实爱心就变发界了 就变宇宙了 你能够爱自己 你能够爱一切众生 你怎么会害他呢 所以说 至死人人 他真的 学机为人 牺牲自己为学会 所以中国古圣先贤 我相信 差不多都是达到 佛菩萨这个境界 所以你看他们的言论 他们的作为 首先提出来 以这个国家领导人说 他就是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他有三个字 这个就是他的标准 他的天职 君亲司 应该讲三个字 讲得多清楚 君是领导 你把这些人领导到哪里去 你把这个社会带到哪里去 你是带头的人啊 你带到这桌上 是幸福美满 还是带到他的虚属都在呢 那你看你怎么带了 这是第一个 你带头 第二个亲 亲是什么呢 从前讲父母观 子明啊 这些老百姓的生活的时候 你也把他找不到啊 这是你家的子弟啊 你是父母啊 你怎么能不照顾你儿女 这些子弟的生活呢 所以你要照顾他生活环境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面面都要照顾到 第三个 四 四是老四 你要教他了 所以建国居民 教学为先 你能把这三种事情做好了 那你的标准的父母观 如果这三个字没有做到了 有亏之手啊 所以你看从前的人 他标准列在此地 那现在这三个标准都没有了 这个自私自利都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呢 不读书之苦 不读书 这是古生先行书没有去读啊 就是没有受到这个教育 所以今天全世界的问题 都是东方人 把古生先行的教育丢掉了 西方人把宗教教育丢掉了 我们看宗教里面 哪一个宗教 他们的这个神圣 他们的先知 教人怎么生活 怎么样心态的工去工作 怎样厨师带人借屋 那个内涵 给我们中国传统的 这个这个像地自规这些都很类似